大家好 我是刀刀缝 最近一番日历 突然发现 已经到了四月初了 这个日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是我们刀刀缝聊音乐这个节目 开播三周年 大家帮我一起呱唧呱唧 所以借此机会 在底下征集一下问题 看大家有没有任何 想问我的问题 咱们收集一下近期 再做一个Q&A 问答的环节 跟大家再多交流互动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 咱也做一个轻松一点的东西 最近这个ChideGPT特别的火 这几个月我就听 ChideGPT什么1月2月3月4 据说现在已经更新到第四代 很多人对他吹的都是神乎其神 说他厉害极了 能帮你写论文 能帮你工作 能帮你这能帮你那 我就觉得 他真有那么神吗 他真能帮我解决我工作中的问题吗 我怎么就那么不服呢 今天咱就用我这个ChideGPT 我跟他来进行一次对话 我问他一些问题 看看他能给我什么样的反馈 好吧 我现在已经到了我这个ChideGPT 这个页面了 咱先来问他一些问题 先问个啥呢 开始咱先来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这个如何评价 up主 刀刀锋 聊音乐 我看他怎么说 这要是不说点我的好话 是不是 这期我就不录了 我就让他不能出镜 看看 还行啊 这说的有点意思 他说作为AI模型 不能偏袒或者批评某个up主 但是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提供 关于这位up主的刀刀锋 聊音乐up主的信息 分了四条 第一条 知名度 根据目前的搜索结果 我可以看出刀刀锋 聊音乐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音乐up主 其在各大视频平台拥有大量的粉丝 还行还行 贴谱 二内容质量 从观众的反馈来看 该up主的音乐测评和介绍质量较高 可以提供观众较为深入和专业的音乐知识 风格特色 该up主以轻松幽默的风格介绍音乐 符合大众口味 适合初学者了解音乐相关知识 哇 社会影响力呢 这事大了 该up主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较大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哪儿较大了 谁告诉我一声 多大号的脚 四五的还是四八的 能够引导观众对于音乐的关注度 推广 音乐文化 嘿 总的来说 刀刀锋铃音乐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优秀音乐up主 其内容质量高 风格幽默 深受 受众广泛 为音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就看这回答 我跟你说啊 这个这个ChatGPT深度学习 学习的非常深 学习非常好 行 这期就它了啊 咱们后边咱咱再看看它 其他方面是不是也能搭得这么出色 这喜怒不行于色 不不不不行于色 好吧 下面咱问点这个跟音乐相关的问题啊 咱先来点这个知识性 常识性的问题 比如说咱问一啥呢 问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音乐家 都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啊 一个一个出来了 第一个先是贝多芬 有名 第二个是巴赫 再往后是莫扎特 这没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确实是 哎第四名海顿 可以 第五名是肖邦 我觉得这个这个榜单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海顿在华语里边 我觉得稍微的可能没有老柴名气大吧 但是也可以也可以啊 这这几个差不多 这几个差不多 行 呃那问完这个再问一个类似的啊 我们看有没有区别 问历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 对吧 因为呃最有名的不一定是推动音乐推的最远的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看看他最重要的作曲家都有哪些人 哎第一名巴赫 嗯没问题 第二名莫扎特 也没问题 然后第三名 贝多芬 可以 然后再往后第四名 柏拉姆斯 然后第五名肖邦 哎这还真是 靠谱哎 因为在古典音乐里边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作曲家 我们有一个称号叫三B啊 就是巴赫贝多芬 柏拉姆斯 他在这里面都列举了 然后莫扎特确实也非常重要 然后第五名肖邦 呃可以吧 反正基本上你看出来都是偏这个古典啊 流这个浪漫主义啊 什么巴洛克都是早期的啊 但是二十世纪以后的音乐家呢 并没有太说 呃要不让他再 告诉我几个这个其他的这个重要的作曲家 看看有没有再往后推的 或者还有其他人啊 再告诉我几个 我看看能这么大 能不能直接说 行试试 看看他有多聪明 嗯 哎这行 读懂了我的心声 你看啊 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有 他就知道跟这等着我呢 啊 菲利普格拉斯 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阿尔 菲雷德 斯克 扎 这实话说我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嗯 再往后 张威利姆斯 约翰威利姆斯 可以这个写了很多星球大战这些啊 哥知道了 格什温啊 爵士乐这个 阿诺多辛伯格 行行行行 非常好 非常好 唯一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啊 以前辛伯格不是跟史德拉文斯基两边 两大墙互打吗 他们的学生之间互打 结果在这份榜单里啊 明晃晃的 只有辛伯格没有史德拉文斯基 我不知道如果给这个 他们的门徒看了以后 两边会不会又吵起来 史德拉文斯基的学生就说 他 傻串啊 这个GDPT 不行啊 不知道了啊 但是这个答案我觉得还是 可以的 可以的 靠谱 啊 啊 三套 哎 出来了啊 啊 音乐之父这个称号可以指代多位作曲家 说话比较啊 这个全面 考虑的比较全面 但最著名的音乐之父是德国作曲家巴赫 也就是说这音乐啊 他不是一个爸爸生的啊 一堆爸爸生的 呃 他是巴洛克啊 这个都是介绍这个巴赫的 最后写的因此巴赫常被称为音乐之父 或西方音乐之父 这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音乐之父 但是咱之前不说了吗 就是音乐之父这个基本都是在中文语境下有 所以啊 我再给他设一圈套啊 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咱拿英语的问一遍啊 搜的是 who is the father of music 哎 这个咱能看看他英文里边怎么说 我就应该拿语音读 首先看看他能不能把我这个语音识别出来啊 我看 哎 这答案有点意思啊 他说 呃 不同的文化当中 或者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啊 都有做出特殊贡献的这个人啊 所以呢 这个音乐之父呢 没法真的归于一个人 但是啊 如果要说 Western classical tradition 就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或者经典音乐 就这一类的 呃 一般 大家会指认这个音乐之父 是古希腊的 是希腊的哲学家 彼得格拉斯 哎 这事还真是有点靠谱 有点意思 我之前讲音律的时候 其实讲过 彼得格拉斯是最早 给这个音乐里边确定 抖然弥发搜到底各个音应该多高的 所以你说谁发明的音乐呢 很难说 但是他是最早确定音乐这个标准的 从他这开始 呃 说这个音乐开始逐渐的发展成型 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所以就看出来啊 你看他这玩意儿 中文和英文搜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啊 很鬼 咱这说这就叫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中文和英文不同的这个 呃 资料里面学习到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反正他自己 这个意见不一致 你用不同的语言问他给你不同的答案 挺好玩 现在不咱再问点啥呢 咱问点稍微专业一点的一个知识 啊 看看他怎么样 我也刷新一下 让他也刷新一下的这个思维 咱问一个什么呢 咱问他一专业的啊 咱问他奏鸣取士 是什么 哎 这个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描述清楚 然后如果大家有想学乐理的不知道能不能靠他来学习乐理啊 奏鸣取士 古典取士 钢琴 小地形 大地形 创作 然后分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是主题为开端 接着一些发展和变换啊 基本上靠谱 然后再回到主题 第二部分是慢版或者舒缓啊 他把这个整个三个呃 这个这个 叫什么 三个movement 三个乐章 他都给你说出来 第三部分通常快速的回弦曲 然后奏鸣取士的典型结构为ABA啊 其中 A表示一三部分 哎 基本上靠谱 哎 我觉得他答的比我想的还要全面 就是他不光是把奏鸣取这个一个乐章里怎么写 说出来了 还把奏鸣取这三个乐章是什么也说出来 哎 我觉得这靠谱靠谱 在最后呢 咱再问一个那个跟我职业相关的 我看我工作上能不能偷一个懒啊 我看他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下啊 本科四年 打击乐专业学生的教学大纲 这他要能弄了 我以后是吧 上班就啊 摆台电脑就行了 我看这怎么说啊 设计一个 大学本科 四年 打击乐专业学生 打击乐专业吧 教学大纲 看看能给我提供哪些比较有用的这个思维啊 哇 他真敢说呀 真敢开牙 我去真能有啊 打击乐专业教育大纲啊 第一年 打击乐基础 介绍打击乐器的种类构造和演奏 第二 篮球乐队是个什么玩意儿 让他们参加校内篮球比赛 没有发挥所学技能 啊 喜怒不兴于色 不兴于色 太对了 说的太对了 我们就应该干这个 然后基础节奏 学习不同类型的节奏啊 合奏练习 可以可以 我觉得精髓在于大一 必须参加篮球队 否则打不好打击 第二年 第二年才学音乐理论 学习和弦 音阶调性曲式啊 打击乐历史 编曲技术 哇 学习如何为打击乐编曲 音乐表演 可以 第三年 高级打击乐音乐技巧 深入研究不同打击乐演奏技巧啊 这个可以 然后作曲和编曲 我这 这要求太高了 然后打击乐现代音乐 坚固 第四年 打击乐专业项目 可以学 啥意思 到第四年 第四年才开始学习专业的项目吗 然后 我 我 高手啊 你看人说 演出和巡回演出 就是大四了 你就 别 学了 你就别TM的学了 你出去演出 赶紧该找工作找工作 该挣钱挣钱去办 第五个 这是第四年 最后一个是研究项目 为学生提供研究项目 让他们 在感兴趣领域中 深入研究 以上 高 人给你安排的妥妥 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是不是 就是大一的时候 先打篮球 然后 大二的时候 再学音乐 大三了 学一学什么作曲编曲 然后学学现代音乐 大四 你就赶紧出去找工作 服了 大学的服 行吧 我觉得 主要内容 问他这么多就可以了 但是我确实 不敢拿他去工作 我怕我们 拿我当篮球打 这个 可以吧 今天跟ChideGPT的 这个聊天项目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欢乐的 可以看出来 现在最高科技的这些AI 暂时还没有百分百的运用到我们音乐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等一等 至少短期之内 我们这些音乐人还不会被这个AI所取代 也算吃下一个定心玩 好 那今天刀当风量音乐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订阅分享评论点赞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